我们讲related rigs就是相关变化率 那相关变化率是个什么东西呢 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是这样子 一个变量 例如说y它跟另外一个变量有关 它是另外一个变量的 跟依赖于另外一个变量 但是同时 例如说y是fx 但同时x它又是一个时间t的函数 例如说是时间t 它也许可能是其他的参数 那如果x关于t有一个变化率 也就是说 例如说x它根据时间t是变化的 我们知道dx dt 就是它关于时间的变化率知道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dy dt 这就是相关变化率的问题 从数学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它实际上就 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称入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dy dt 它就等于dx 它就等于dy dx 乘上dx dt 就用称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那如果说知道了dx dt 我们dy dx 因为fx是知道的 那么我们找dy dt 这个就比较容易 就是一个称入的问题 但是在实际的问题中 它就是一个相关变化率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在海上一个油轮漏油了 那么这个油的扩散速度 它是往外扩散的 而扩散的速度是一个固定的 或者说是一个变化的也有可能 那么我们问它的污染的面积的变化率 大概是多少 那这个等一会我们去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我们先看 这个给出的一个抽象的问题 就是直接给出y是fx x等于某个t 这个phi它可能不知道 但是dx dt我们是知道的 那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体 如果说y 嗯 好 如果说 y例如说是x的地方加上2x 我们 已知 我们就直接找吧 找dy dt dx dt 等于5 当x等于2的时候 dx dt等于0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dy dt 首先我们知道 dy dt 它用称入 我们是等于dy dx 再乘上dx dt 那我们dy dt dy dt 我们可以直接导数求出来 这是3x平方加上2 然后再乘上dx dt 但是当我们x等于2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x等于2的时候 dy dt 这是当x等于2的时候 当x等于2的时候 dx dt等于5 那么这就是3乘上4加上2 再乘上dx dt等于5 再乘上dx dt等于5 14乘上5 这是70 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那么 那么它给出了这个关系是 y依赖于x 是通过这个关系是依赖的 但是当dx dt等于5的时候 当x等于2的时候dx dt等于5 那么我们问dy dt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那实际上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经常出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 经常给的是一个 经常给的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油轮漏油 我们假如说 一个油漏出来了 油轮 从油轮漏油 那么 在海上它的扩散速度 当然首先它是圆形的扩散 事实上我们油的扩散也都基本上是按照油 按照这个 大致上是按照圆形的扩散 如果是没有其他外力的影响 一般是按照圆形的样子来扩散 那么我们说它的这个半径的扩散的速度 它是一个是一个常数它的扩散的速度是一个常数 2英尺 那么我们问它的这个污染的面积的增加速度是多少 好 好 很 我们说这个污染的扩散的速度 是多少 当然我们有个半径 那么在这个related rates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增加我们是正的 减少是负的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说当半径是60的时候 我们问这个面积的 这个污染的面积的这个增加的速度是多少 那么我们对圆形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面积是等于R 那等于πR平方 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半径增加的速度是2 就所以说DRDT它是等于R 而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要求的是DADT 那么DADT我们可以写成是DADR再乘上DRDT 那么DADR就是RπR再乘上DRDT 那么我用我们只管是关于T的这个变化率 所以不能直接写DADR 它不是直接等于DADR 所以当这个我们已经给出了DADT的表达式 所以当R等于R等于60的时候 平方英尺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所有的这种 related rates的这种问题 我们首先都是要把这个 关系式找出来 当然它给出来的 肯定给出其中的一个变化量 那然后根据他们之间的关系式 根据这个关系式 然后根据我们的已知的条件 利用这个称入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它的related rates 那我们再看一个 通常的related rates 它的所涉及的这个模型 不会太复杂 所以就不会有考虑有太多的 不用考虑太复杂的这个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 有时候我们需要画图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画图 我们设一个梯子 它是10英尺场 它靠着墙边 好 靠着墙边 在一个垂直的墙边 如果它现在滑下来 如果它现在滑下来 它滑下来 我们从底部再滑 那底上再滑 顶上也肯定在滑 从这个 我们滑下来 也就是人物 那我们底部就是滑了一墙边 它的速度是1英尺每秒 那我们问这个垂直 它的高度 它的降低是多少 然后底上平行 再滑下来是1英尺每秒 那我们问它滑落的速度 但是沙特有点滑下来 比较高于是1英尺 那我们的手和一样 sir2英尺 稍等下来 4英尺 5英尺 5英尺 2英尺 1英尺 4英尺 5英尺 4英尺 5英尺 2英尺 好,当这个底部离墙边是6英尺的时候 写下来要写半天啊 一个靠墙的一个一个靠墙的这个梯子 它是10英尺长 它是10英尺长 那它在它在滑动 它是它是这个位置 它滑立墙边 它的这个速度是1英尺每秒 那我们要问它下降的速度是多少 那么它下降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先要建立这个关系 建立这个下降的速度和和这个滑落的速度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看这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这又是垂直的墙是垂直的 所以用勾股定理 那我们假如说这个是x这个底部 底部这个梯子的底部给离墙的距离是x 顶部离地面的这个距离是y 那我们就知道x平方加y平方是等于10的平方 也就是说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100 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的是dx dt是等于1 我们问dy dt等于多少 这是我们要要注意的 要要要求的东西 它问这个梯子滑落的速度 那我们看从这个关系 我们看这个关系是给出的是一个隐含数 所以我们用隐含数的求导法则 我们两边关于x求导 两边关于t求导 这是2x dx dt 加上2y dy dt 这直接关于关于t求导就行了 这两个都看成这里 两个都看成是t的函数 那么所以dy dt是等于负的y分之x再乘上dx dt 那么我们看x等于6的时候 那么y等于多少呢 x等于6的时候 y应该是等于8 因为它们平方加起来是100 所以我们得到dy dt是等于负的x是等于6 y是等于8 然后dx dt是等于1 所以是等于负的4分之3 所以我们的结果或者说我们最后写一句conclusion 是the letter这个t字 is sliding down 那我们可以直接写 因为说的是sliding down 那我们就说是sliding down by 4分之3 feet when when the letter is 6 feet away from the wall 这个就是我们related reads 它的通常的做法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要首先要给出它们的之间的关系 当要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时候需要通过画图或者其他的辅助方法来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利用我们的chain rule来计算这个related reads 这是我们related reads给出的方法 当然它也许会给出的是一个 例如说是一个显函数 也有可能是一个隐含数 那么隐含数我们直接关于t求道就可以了 那么把x和y都看成中间变量 这就是我们related reads 这就是问题的做法